咖啡厅老板于成俊 过去曾经也是资源班的学生 虽然有阅读障碍 书也念得不好 但他始终不气馁 找到自己的兴趣并发扬光大 现在他自己开了咖啡厅 也经营得有声有色 不少喜欢甜点的人来到卢州 都会到他的店里头来尝鲜 曾经也是资源班学生的咖啡厅老板于成俊 他不必会也很大方分享他的过去 拥有阅读障碍的他虽然书读不好 但做起事来可是很专注 但自己创业又觉得说开甜点店 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 后来就发现其实咖啡店 它可以不需要做太多的甜点 那又可以去完成我喜欢做甜点的这个想法 所以就卡入了咖啡这一行 就会突然发现 其实咖啡跟想象中的不一样 它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的味道 后来才是做出咖啡跟甜点的结合 于成俊先前曾任职于法乐旗 寒舍爱美酒店等餐饮体系 2012时还参加新加坡国际厨艺竞赛 荣获巧克力组的金牌奖 而喜欢自在做甜点的他 后来也决定要自行创业 希望能将美味的甜点分享给大家 甜点部分其实就是我们会把 一些餐厅的凡事点新搬来咖啡店 这是一般咖啡店比较少见的 那如果想要搭配饮料的话 可以适合我们奶茶或是咖啡 意识咖啡部分 那我们会附上精美的拉花 总是专注认真 坚持该有的品味与原则 于成俊的努力 不仅反映在生意上 美味来店的顾客 在享用甜点的同时 也能从中感受到他的用心 记者沈志勇 戴华 如五周采访报导